国服S1飞行家 大家好 胖大帅 欢迎上个本频道观察官家 国服S1的飞行家 这种的话 拥兵牛仔飞行家加勘探 这个大哥大家如果有印象 我们观察当中 只要有他 大部分情况下都是飞行家 那么果不其然 这大哥是S1的飞行家 我们来看一下 上来飞行家被抓带双坦 路头追飞行家 不是特别好 不是特别好打呀 一勾赶路 这边悬停三喷 先拉开 这里有夹子 有夹子 哎好那没办法 第一刀打中 求生者的话 这个局要真胜 其实现在就要过来 保这个飞行家了 没有人 没有人也没办法 这边的话交一波喷 但是下一个勾好了 路头这边一勾压住 应该是走不了的 一勾压住位置 好大空地 有飞轮吗 没有 整体上面来讲 这个击倒路头还是比较舒服的 一个保平真胜的路头 那么求生这边的话 其实是有比较打 比较强的一个 OB打架能力的 所以刚才如果说 想要打呢 他得早点来打 第一波倒地了以后 再打的话 因为毕竟是套博命的 除非你这边 傭兵不就换其他人来救 那另当别论 套博命再来OB呢 感觉赚的会少一点 来进度给到佣兵 没有什么想法 这里的话 穷者似乎是看到路头 把人挂阴地压室以后 选择卖掉 那路头可以过来封个夹子什么的 看 继续看密码机的抖动 要过半了 好 这边机子不动 往回 找到这边 佣兵 现在局势上来讲 求生者其实是有保平能力的 等会 我没勾到 因为这个局 求生者如果说 真的能够比较舒服的 把这个飞音家卖掉 或者像现在这样子 佣兵这边是一个 无伤救人 并且呢 路头估计也不太敢打 那 后续的伤害追不上 挂飞飞音家 以后是三人满状态的残局 三台机已经修掉 第四台机已经点上 第五台机呢 这边佣兵也可以来 补起来了 甚至这边的话 我觉得牛仔 向OB手 勃勃上线 一勾 你还真别说 对吧 在外面两台机 我两个人在修 然后一勾 勾中 打一刀 牛仔飞轮 没有能够躲掉这刀的伤害 但是我的勾CD还有 要不要再回头来打 因为这个李李椅子有点近啊 再打嘛 有一个问题啊 就你再打 这边出现一个什么 就是挂飞 一个再挂你 对于群人来讲 其实他们的保平面是降低的 就一个移行到哪里 这个移行奥利 我 有点可惜 有点可惜 这波的话 看一下 你勾我 我勾你 勾了一个尸体 好的 勾兵的机子 勾子很关键呢 特别是刚才那波 无伤救人 这的话 夹子封击 因为勾兵是肯定没有飞轮的 你得 必须得拆这个夹子 那这样的话呢 就把新的 那个移行是拖出来了 再不勾 勾压 好的 一刀带走 行 这样的话 人挂上以后再回头打 勾兵这边的话 估计 哎 夹子已经拆完了 机子快压好了 牛仔来救人 还是勾兵救人 一波交替 一波交替 大家注意啊 一波交替 如果说路头赶得及 过去抓牛仔 这个局就赢了 因为那边是地压室 我不管机子压不压得住 我只要能够将牛仔击倒 密码机点亮 那回头 回头这边好像也不太行了 击倒牛仔 可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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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得及 因为他有移型 他有移型 牛仔还是个二挂 勾住 有飞轮 哦 没飞轮 怎么说呢 这个局 我们从马后炮的角度来讲的 就是牛仔这边 他去真胜 然后被打到了太多的伤害 导致什么呢 导致飞加被挂飞之后 牛仔这边马上街上就被击倒了 佣兵的话 现在手里只剩一个护币 来查师傅 能不能最后 有移型 过来 砍太元 顶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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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夹子风 哎 哎 哎 打你一刀 漂亮 怎么办 怎么办 砍太元 砍太元 就算有飞轮也不行啊 那最终完成了一个多抓 这个多抓还是蛮漂亮的 路头在整个过程当中 真的是 没有一点点的失误吧 可能空了两个沟 但这些沟呢 有对面在走位的一个情况 感谢大家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